六天講迴燈為今開始電視遊戲80詩書畫文純古典 幾個電視的作品包括四周四百瓦修、四月七十多章 文憑超過二十片到何俗、連繭、門連、蘇江甸甸甸 可以說是非常豐富 歡迎分享給大家分享 現場是電視了很多的作品 每一項都相當精彩 遊戲會為了豪華、外國老、外國老的精神 在體育後到底漢詩、四月國學重點的領用 非常努力的核心 在我年來真有生效 這次八十歲特別在公會等基盤個人展覽 我的作品這次是包括我的漢詩、書法 國外要有文批 所以詩、書法、文批 我很多用我的詩來寫我的書法 北斗是寫家 什麼寫家 通常、書法山的人 他不做事只寫一隻隻就不想 因為我本身寫一隻隻 我寫一隻隻 我就寫一隻隻隻 這樣不是比較有意思嗎 店長表示這次電視內容相當豐富 在鄉親前來觀賞 他的創作以我所寫我口這個創意 可以說做他的一個題材 可以說他把六港人事物 作為他所謂的題材的依據 可以說是最接地氣 歡迎所有好朋友共同來參展 這次由西徽八十詩書畫文存古典 電気十九五月十二號 會有興趣的面穿把時間傳統提供 興趣話新聞錯注連天六港 彩虹波登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